大家好,歡迎來到眾品味頻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傳統麵包的做法 240毫升溫水 可以加一半牛奶 也可以全用牛奶 400克普通麵粉 60克白糖 牛奶裡放入一勺白糖 攪動一下 糖有利於酵母發酵 其餘的白糖倒入麵粉中 牛奶裡加入4克活性幹酵母 攪拌一下讓其發酵幾分鐘 麵粉裡加入4克鹽 把麵粉和糖、鹽攪拌均勻 根據個人口味 糖的用量可多可少 十分鐘左右 酵母就發酵好了 我們開始和麵 加30毫升菜油 傳統麵包是麵包剛剛興起時的產品 隨著時代的發展 麵包種類層出不窮非常之多 但傳統麵包並沒有被社會淘汰 反而成了許多人記憶中最為美好的味道 傳統麵包簡單易做 味道純正 其做法也會大眾追捧 自己嘗試尋找小時候的味道 麵糰揉好後蓋上保鮮膜 讓其發酵一到兩個小時 室溫不同 發酵的時間也不一樣 當麵糰長兩倍大的時候 把麵糰揉一下 現在開始揉麵糰 從外向裡捲著揉 揉成一個長條調轉90度 然後再重複同樣的動作 從外向裡捲著揉 兩隻手一起用力 揉成一個大麵球 麵糰揉好後再放到盆中蓋上保鮮膜 讓其二次發酵 室溫下大約需要一個小時 麵糰二次請發後 再次揉麵 然後做成形 放到烤盤中 9寸的烤盤 麵糰再發起來後 放到烤箱裡烤 烤箱預熱到335華氏度 烤25分鐘 烤時要注意觀察 由於烤箱功率大小不同 如有必要 可對溫度做出適當調整 可對溫度做出適當調整 麵糰烤好了 等涼了再切 這個麵糰松軟可口 非常的好吃 謝謝收看 如果您喜歡請點贊 點擊屏幕右下方 訂閱我們的頻道